到下一套,下一套就是很少好我們兩個有看 不正確的,但他們就算了 下一套要講的就是電波女與青春男 應該是流行小說,入奸人奸 對,比起他另一套雪方的女孩 那套就沒那麼重的口味 人們說之前那套,這一套是比較重的口味 但電波女這一套就是輕一點的 我兩套都沒看過,但第一集大家感到 不是呀,雪方的男孩與壞掉的女孩 我覺得他在說什麼 我曾經看過一些報道說,入奸人奸 其實這一套其實是有少少模仿 參考西美維新老師的寫作《不風》 其實你都會看到在第一集裏面 其實很多角色自己內在的描寫或套租 而且人物上第一、二集其實你都會看到是比較少的 其實他們都想用一些語句去突出自己的性格 但我感覺其實不算太成功 因為他本身,兩位男女主角 女主角的語句突出,當然突出 因為你都未必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你說男主角,男主角真的不太覺得他有什麼明顯的東西 除了套租 但他的套租也不見得是很有力 即是就算銀魂的身伯 你都記得是眼鏡的 你不會跟他講吐租 就等於劇中的笑話一樣 即是他作為主角丹宇珍 即是作為這個套租役的角色 即是很多東西其實是不到位的 其實是太過常人 即是不要說是常人 即是他做不到或是不像一個套租役的角色 例如梁宮入面的阿開 或者銀魂入面的申伯 他就不會有那種很多連續向的反問 用西美衛星的作品來做 即是等於法物語的阿良木曆 其實他嚴格來說 他是一個正經的角色 但他會進入某些模式 但因為這個角色設定他想成為一個… 但我有另一個問題 阿良木曆在法物語的動畫版裡面 他裡面原本小說是否這樣 原本小說都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看過小說 我會批評 究竟會不會在新房超之計的絕望先生之後 打造另一個特色男主角 還是原作小說都是這樣 這個問題 但我感覺 他的套租點 不令我覺得有興趣 怎樣沒有興趣吧 他套租證 譬如套租Ariel那時候 他們有些對答 唱相網那種對答 其實吸引不了我 簡單來說 如果對比一個套租證 阿良木曆 或者阿虛 你看到他們 就算不願意的情況 也好 他們都很直接地 好像Rosa Maider那句 你卷不卷入事件 他們是很無可避免已經 已經卷入了 還有他們都算很活動 但對比一下 你如果看回電波女青春男 這位青春男的男主角 他是有一點點 都不關我的事 你做什麼 他好像有半局外人的身份 但只是基於 好像電波女自己在發電波 他在旁邊看 圍觀性 不像一個很包入了裡面 或者我實在一點這樣說 其實本身說 他們幾位角色 無論之後出場的幾位女 覺得到劉子 或者之前的女女 那些 其實他們的角色 說的東西 你會覺得是很造作的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爆發了一句出來 在我未認識這個角色之前 和形式的角色 我覺得是 有一個 他硬是 硬是 硬是硬是 硬是 硬是硬是 在無法映出 他性格之前 他已經是 套租悶點 你又看到他 跟他的行為是不相互 這樣也很維禍 其實我看起來很維禍 好像很簡單的 第二集裏面 我記得就是 純邨 純邨 無緣無故 曼晚穿裤 整個遙控器 直銷、賣廣告的企版人 日本廣告大家都看到 企版人 他就說我晚上會這樣唱 但我跟他之前看他上學時的角色 我找不到膠質點 就算你有多有趣 我相信兩個角色都會有膠質點 但他是沒有 即是突然間一個完全轉變的雙面人 沒錯 而且我覺得 你晚上可以這樣唱 而不被警察抓的話 都很有問題 我覺得男主角第一個吐租點 應該是這個 為何你穿著這套衣服 但他對這套衣服 他解釋完之後 完全沒有吐租過 已經完全接受了這件事 即是換入惡虛的角度 可能說 為何有這樣的人 警察死了 應該說沒事 直接走過 如果以他性格 他是想做一個 普通人 青春熱血的校園生活 不是青春熱血的 他只是說 一個年輕人應該交友的廣闊度 所以 你說角色上 我覺得這一點是 做不到出來給我看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見到最初 未看動畫之前 很久之前 見到 日間人家老司 經常來過香港 見到一些簡介 或是甚麼 見到這個作品的名 電波女 我就知道是甚麼 青春男是甚麼 我第一個感覺 是否這個角色 已經普通到 沒有東西可以普通 所以要給他一些名字 所以要給他這個名字 我看完之後 我開始明白 我那時候的想法 應該是對的 而且我覺得 阿珍 主角阿珍 其實他在故事尾 應該說 動畫尾 他會說一些 青春點數的東西 我那些我看得 很難看 其實那些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你不應該在作品以外 應該在作品以內 應該在作品以內 應該是他 主角 他自己個人的評定 基準 你不應該 抽離這件事 動畫後面說的 應該是 在動畫裏面 可能有一個人說了一句話 然後說 減三 即你有這些 或者好像新房流 那種突然間 彈一些字出來 那些 效果會好些 但可能他們避免 想假裝 相似性 這個問題 但做出來的效果 就不理想 主角是甚麼 你只可以說 他是講一件事件 例如說 跟誰誰去吃東西 青春度不知加多少 或減多少 問題是 他只是講一件事件 事件是一段時間的 但是 整件事件 可能說 最爆的可能 例如說 他第一集吃pizza的位 我先不要理他 加還是減 他吃pizza 最爆的位 是突然間 應該突然爆他 OK 加三或減三 但現在他變成一件事件 人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不只是忘記了 甚至可以說 那一瞬間 那個爆點 你沒有提到被人看 帶著不到 不夠令人有深刻印象 那一刻就輕輕 很草率地帶著 他回味又不是 重提又不是 爆點又補不回 他只是成績單 好像不知做甚麼 另外我想說的 就是第一集 第二集裡面 其實現在說到的 就是 阿女女和 阿伊利牛 他的 母女的關係 其實 他都有 其實是不是母女來 我真的不知道 很不清楚 這件事 當著是先 他說是 因為我都沒有看原作 但是你說 他們那個母女關係的話 其實 嚴格來說 叫做甚麼 叫做 放任政策 現在是 放任自主 因為本身 女主角 因為失蹤了半年之後 然後 然後 第二集裡面有解釋 暫時用這個解釋 就是為了填補半年裡面 沒有了他的記憶 他是半年沒有了 還是一輩子 半年 半年而已 但是你說 母女的關係 就是說 那個約職約來的關係 但是其實又 在第一集 其實第一集裡面 我覺得是 表現得 較為好少少的 你說好像 吃飯的時候 一開始 就是一開始見 我覺得很簡單 你宿舍也可能會 一起吃飯 跟屋簪下的道理 我覺得 表現不到 那種 有關係血緣的感覺 你說 其實那裡 我會覺得 做得不好的地方 應該 一開始 就算阿呂呂 就算多不理她的女兒也好 都沒有理由不介紹給別人聽 這個是我的女兒 這位是你表哥 我覺得這個 這麼基礎的關係 你可以用很套租式的方法去介紹 但你不會說 你不用理她 如果你不斷說 不用理她 我怎麼知道她是誰 前提是 如果你會用這種介紹方法 因為你不用理她 前提是這兩個人已經認識 或者見過 問題是 男主角根本跟女主角未相遇過 這種表現方法是比較突兀的 即是不正常 可以說 應該說 阿呂呂呂 她想 角色的性格是甚麼 有些少少 孩子氣的 性格在裡面 天真一點 孩子氣 即是貪玩 你可以說 但我覺得 這一刻不是貪不貪玩的問題 那是你的女兒 大佬 就是這樣不好玩 然後 無緣無故 你說 不要理她 然後 突然之間 她整個兵器 整個兵器 整個兵器 一腳兜 那你是理她 還是不理她 我覺得 你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要一致 還是不要理她 或者已經摺好那些兵器 你很神父奇奇 其實男主角可能說 體罰是要報警的 我想是的 你可以說男主角 你也不知道 那我就報警 但問題是 男主角的反應 好像是凹了嘴 即是 可以說 某程度上 你在其他浩租類的作品 你見到這些 爆點向的東西 有出現 但他沒有出現 可能比較尷尬的一件事 就是 主角 他本身 想定位 他是一個 在作品中 最正常的角色 但是 擔當浩租的位置 也是他 而擔當浩租的人 其實 某程度上 不能用這麼正常的思維 應該有一點脫線 或者是 神經比較重的人 但他就不是這類 所以 暫時 一兩集 我看到的東西 其實 有很多 真的 我看到很多 西美維星的作品 影子 但是 其實 我不知道是動畫還是原作 做得不好 這件事 但整體現在 給我的表現 沒有去到很理想 你說畫質方面 其實 畫質是挺高的 特別在於一個新房來計 其實 這個作品 新房流的東西很少 是啊 你不覺得 我想 因為新房 工作太多 他都沒有空 每套作品都玩太多的東西 哇 這些畫是這樣的 什麼新房來的 除了OP OP 有少許 感覺 好少少 演歌歌 OP和ED 畫面表達都相似 因為現在還未定性到 究竟他想 完全 怎樣玩法 怎樣玩法 所以 暫時來說 我們還是很觀望態度 難 判斷 對 這一套 去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 這一套 去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 這一套